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荆州城 古时候叫江陵城 现在已经太阳西下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啊 进去看一看 看一看 一看 用不太阳 点到 在这里 小众子 这里是个大小的 我们要把 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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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荆州古城 古代称江陵城 荆州城是明末清初 最后一次修复以后已有350年历史了 至今保存完好 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古代 叫王好的一座 荆州与三国演绎 有着误解之缘 地下都是青史路 非常有古城的味道 这个城也非常的大 现在我们站的是东边 那边是西边 东西它的直径是3.75公里 南北的直径有1.2公里 左面积在4.5平方公里 然后城墙周长有10.5公里 高呢 高有8.83米 一共有6座城门 现在时间比较晚了 所以你看很多故居 张居镇故居 它都已经关门了 青石板路走的特别有意思 回音了 写的 这里还有一个展示台 这边可以欣赏一些表演吧 这还有位置坐 嗯 嗯 这就走出来了吧 这边有它的护城河 可以在这城墙外面走 走 这里 洋水南虾高美花高 明花康 貓月桑 洋水南虾高美花高 Justice 哦对出界 它这个车啊 津州这边这个车它不是 美团呀怎么的 它是独立的一个APP 这个蛮头疼的 我这刚才打半天打不开 你必须下载它的APP 所以我就选择走路了 金座城墙 就是一个牌子 这个城墙的样子 保留这么完整的城墙确实不多 这大块全是居民住宅 所以是没什么看的 所以它的景点大部分是公安门 新东门 这还有个滨阳楼 沿着走 雄楚楼 远安门 新北门 巩吉门 安南门 新南门 南济门 这一共六个门 这真的是挺大的 这要是全部玩下来 你想想这个要花多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 把时间用在这块 这块比较多一点 东门 东门这块 转转看看 哦 在1986年 1986年国家文物保护 依照明代的风格复建 所以才保存这么完整 不容易 这是什么 顾盔 这是过亏吗 这是怎么卖啊 六块一个 是什么味道的 没在扣鲜肉 拿一个吧 要现做吗 对 现做 好好好 这做一个要多久啊 三分钟左右 哦 这个什么 什么口味的 这是鲜肉 哦 这个颜色生的呢 这是梅干菜 梅干菜 都要给吗 不要 梅干菜是一个口味是吧 嗯 搅鱼 锅盔和烧饼有什么区别 就是烧饼 叫法不一样 对 要不要辣酱 给点辣酱 没有过来吃 哇 好汤啊 嗯 还不错 蛮酥脆的 这个皮啊 外壳 它烤的蛮酥脆的 然后里面鲜肉啊 比较咸一点 那你也可以用个梅干菜 那个估计更咸一些 那我给了辣椒 可以啊 里面有点辣辣的味道 里面有大葱 鲜肉 还有些 酱料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味道比较偏咸 灯开 城墙 还亮灯 刚才卖 过亏的老板跟我说往前面走 有一段可以上城墙 往前面去看一看 没走多远啊 这个路边 你看这个 人走出来的路 不知道是不是老板树的这条路 我们先走上去看一看 哎 这路也是人走出来的嘛 是吧 嗯 这里吗 哎 上来了 上来了 嗯 往前面走一点 嗯 这边拦住了 这是城墙 因为这段是收费的嘛 老板说的就是这段了 这个城墙是免费的 现在可以啊 敢热一下 嗯 对 这里好像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炮台吧 对 这个装 放四本炮 嗯 炮台 是吧 我感觉走那下面会好一些 走上面 好像体验感觉不好 又窄 还可以啊 还行 走这一段 然后 差不多了吧 然后就从这边下去啊 主要是感受它一段 荆州古城墙嘛 哎呀 这个坡还是有点 就这个台阶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不容易啊 终于找到了一辆美团的点栋 共享单车 不容易不容易 我们就骑着这个单车 回了这个荆州古城 转悠一下 带大家 这上面车上面看一看 一会儿 快点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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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全部都是石板路 所以骑车有点费劲 当然走路就更费劲了 有点远 这边 这边路就好一点 真的是挺大 太大了 水 啤酒 鱼 叮得少量这段 因为都是很小的 这个是不容易的 这么多? 这边都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先装一块 �� 出租车司机大哥他给我推荐 做荆州的米粉还蛮有名的 荆州米粉推荐我去沙士吃 有个叫皇家糖米粉吧 那家 但是沙士离这里还是有点远 我觉得不是方便 导航导了一下呢 发现荆州的屈原栏路 我现在去这边是屈原栏路 这里新开了一家 皇家糖米粉 就这么流动的小牌子 我真的找了半天才找到 今天大家去尝试一下 荆州的米粉到底怎么样 那就给我拿一个牛肉米粉吧 12块钱 不是很贵啊 是炫富钱哈 就着吃的吗 对就着吃 我是听当地人推荐的才过来 12块钱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这个牛肉 牛肉粒 还有牛肉片 是吧 这里面 八角 这也是牛肉 给点葱花 它这个粉量应该是二两的 二两的量 然后呢 汤红粉白 辣香四溢 这种牛肉粒和牛肉片 我觉得吃的蛮少的 这个早餐吃 我觉得更好一些 配点喝的 吃点什么面味啊 牛条啊 这种就更好吃 这古城还是非常安静的啊 也不是那么嘈杂 你们觉得这边 听到的喇叭声也不是特别多 对不对 然后现在就走在那个城墙的下面 看 上面就是城墙 被这个晚风 秋天的晚风吹着 还是非常的舒服 比武汉要凉爽很多 特别舒服 特别惬意 听着这个还有听到那个 曲曲的声音 听见没有 还有资料 少了那个大城市的嘈杂 多了一些古城的一个 邻近 还蛮开心的 蛮喜欢的啊 但是时间有限啊 这个我要赶回去了啊 好了今天就带大家随便转一转啊 这个 荆州古城 好吧 我们 我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啊 如果你喜欢呢 记得下面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啊 打个小铃铛好吧 好了 我是罗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